大家好 今天是周一又到了周一数据播报的时间 今天你可为大家送上的是整个沃泰华地区 5月份的 Residential销售的情况数据汇总 让我们先来share一下screen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月份 Residential Sales by Property Class Unit Account and Average Sale Price 那么我们把这个Residential分成这三大类 我们来看一下DTouch Home这个独立屋 一共在5月份卖出了941套 和去年同期相比数量下降的非常多 19.6% Role Unit 317套 Townhouse Role Unit就是Townhouse 317套和去年同期相比的数量下降了更多 29.2% 半独立屋126套数量也下降了16% 整个的三种大类的销售数量 5月份是1384套和去年同期相比 数量下降21.7% 我们来看一下销售价格 独立屋 我们在5月份的平均销售价格是 85万5492 和去年同期相比呢 数量是上升了6.7% 这个Townhouse呢 是平均价格是671859 和去年同期相比呢 8.8% 我们明显看到独立屋和Townhouse的这个数据呢 和去年相比呢 正在缩小 半独立屋 734249 和去年同期相比呢 上升了14.8% 那么把所有的三种类型的房屋合在一起呢 平均销售价格是802393 和去年同期相比呢 数量是上升了8.2%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sidential Property的这个Town Analysis 趋势图 这张呢是这个Unit Sold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去年的5月相比 是一个销售的高峰 但是今年明显萎缩的非常厉害 第二个是看一下这个平均的销售价格 我们通过这个柱状图来反映我们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啊 我们看到这个3月份 仍然是这5个月里来呢 销售最高的 4月份里有回落 2月份是位于第二名 5月份呢 我们看到在4月份基础上呢 是继续一个回落的状态 5月份我们Residential的这个平均销售价格呢 是八十万两千二百九十三 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升涨了百分之八 那么这个4月份呢 4月份的Residential的平均销售价格是八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 我做了一下计算 这个数值的变化呢 大概是在百分之三点二五下降 3月份呢 平均销售价格是八十五万三千六百一十五 如果拿3月份和5月份相比呢 这个下降大概是在百分之六 我们要share的是这个price range by month 在这个月里面销售占前三位的 销售占第一位 销售占第一的是占到了百分之一十八点四 那么是超过一百万以上的房子 这块黄色的饼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它一直这个比例是在越来越大 销售占第二名的是占到了百分之十七点八 它对应的价格区间是七十万到七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销售占第三名的是占到比例百分之十二点六 对应的价格区间是八十万到八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储存量呢 据我们的数据统计呢 我们五月份的这个inventory储存量呢 是提升了百分之十八 这个提升的是比较快的 我明显看到和一月份相比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现在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五月份sales by geographic area 关于这个residential property classes 好看一下在五月份销售比较活跃的区 销售量占到第一位的是这个area n 一共卖了321套房子 是整个所有的area里面交易最活跃的一个区 它的这个平均销售价格呢 达到了九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一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七 我们找一下area n area n呢是我们奥德华的这个市中心 以及这个南边奥德华South 奥德奥德华这一区啊 这个这样占第二位的是卖了310套房子 它呢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的很明显 是下降了百分之三十点五 平均销售价格是81万七千七百九十二 上升了百分之九点一 它是area m 我们看一下m m呢是我们的这个内聘区 m是内聘区 看看销售 这个比较活跃的第三位 交易比较活跃第三个是area o 卖了161套房子啊 数量是比去年同期都下降 价格呢和去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九点三 我们找一下area o 好 o是我们到卧领区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district的这个变化啊 从价格上的变化来呢 这个月和去年的同期相比呢 都是比较温柔 几个区的这个差异呢也不大 以上呢就是五月份整个卧台化地区 residential房屋的销售情况汇总 了解数据 掌握信息 我是Nicole为你的买房 卖房助力 我们下周一再见 谢谢啊 感谢观看